詩詩的教育工作者是何六芬博士Esther Esther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專業顧問 亦是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榮園顧問 以及賽馬會表長創意啟程 創意情計劃的首席顧問 亦是前加密中學的副校長 Esther 我知道她很積極地推動生涯規劃教育 又智力培訓輔導教師 她亦認為生涯規劃不應該局限於工作和職業 應該好像剛才我們討論了很久 希望學生可以找到自己的歌人能力 發揮他們自己的潛質 我們現在尋找Esther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一位教育書長的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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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說創意、創意的教育、秘來的課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不如說回你經常說那些生涯規劃吧 但我知道在座已經有人聽過 我講無數次關於生涯規劃的事 我自己有時都講得挺沉悶的 但能夠來到大家當中 我都是一個我自己向其他兩位嘉賓學習 和大家講一些我自己對未來學習的看法 我剛才坐在那裡已經想到一個很有趣 做教育的人是很緊張的 有沒有PowerPoint 但剛才他們兩位有沒有PowerPoint 沒有的 做教育的人經常問 他們有沒有去平均工作 他們有沒有看過標 沒有的 終於說多久 有沒有稿 沒有的 我想這一個就是 有時我想我們活在一個不太同的世界 當我們在一個不受很多框框限制的時候 你自從那個發揮 就是講回你的經驗 講回你的體會 可能已經很不同 Sorry 我是做教育的人 我都是每個PowerPoint 要跟一跟 我不認識兩位港姐 即是今天剛才吃飯 才第一次認識他們 你 Sorry 我發覺 我們三個人 希望講完之後 我講完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共通的主題 而我在預備的時候 我已經發覺 我還是想另一個東西 如果我們未來的教育 我們已經有技術 有很多不同的資源 有很多不同的方程 有很多活動 我們還要去思考 這位是世界知名的 攝影師 我在YouTube中看到他 一個 很好看的 你們回去找 叫做 It tracks the heart of success 他訪問了 五百位非常成功的人士 其中好幾位是諾貝爾登場者 另外還有 很多Bill Gates 很多公司 大老闆 各行各業 各地 他跟他們 聊天 聊了很久 最後 總結了 這一班成功的人 他們有八個 八個很重要的 成功的特質 學讀吧 你自己看得到 都對 都對 你問回那個 方法麻煩真 你問回那個 幫你慢慢聽 你就很明白 因為passional 剛才Jimmy說了 勤力很重要 他沒有說到 他一天做幾個小時 他 他 鎖不住 focus 做軟招在 那邊 你真是 很投入 集中 做到 好為止 長遠為止 讓自己不斷有動力 有很多很不同的ideas 我不再說下去 他那些東西 跟著 去elaborate 其實有很多相連系的 skill set 我們可以考慮 但我想說的 不是說 我們怎樣去 勤勤 去成就 我們今天的學生 今天的年輕人 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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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些 有這些 在蔡馬會府場創理程 計劃成立 有一個 Kick off ceremony 他們的主席 就說了這番說話 meaningful life 一個有意義的生命 is about realising potential 實踐 你自己個人的 前則 剛才 Kick說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 才能 overcoming adversity 怎樣都會有困難 一定有 怎樣我們可以跨過 面對這些情境 但是我覺得 今天我把所有 我的powerpoint 新來規劃 的powerpoint 全部等我 做回這一張 就是因為第三句說話 Give it back for the common good 我們有些什麼 給回社會 我們以為整個社會 為什麼說我們以為 好像剛才兩位講者都說到 很多時候是 我們覺得社會這樣看著我們 以及這樣看著我們的年輕人 成就 是用你有多少錢 你能夠享受到什麼的生活 你有多大的名氣 拿到什麼獎 去量度 一個人的成就 我又可以倒過來想 我們的成就是 measuring by how much we give back to the common 我們給了多少 這個社會 或者我不能說 如果這個社會 因為有我們在這裏 有我這個人在這裏 令到這個社會是好一點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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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很有價值 我們要做教育的時候 要把這個信息 把這個想法 跟我們的年輕人 分享 如何給回應 如何給回應 如何做 如何在我們的教育裏 如何機會 我們的年輕人 可以嘗試 體會 參與 去給回應 The common good 我自己是一個電台節目主持 我早前來了 劍瑜 做得很開心 因為在四年裏 我一定要過很多不同的家人 我早前做了一個系列 就是講明德 明德系列 明德系列 我想想一下去創作出來 就是我想請每一間大學 他們都有一些學生 有一些教授 他們來跟我們講一下 他們的同學如何實踐社會責任 大學如何推動他們的學生 去履實一些社會責任 推動社會前進的項目 我聽了很多講 原來現在香港每一間大學 基本上他們都有一件事很 common 就是推動Service Learning 服務學習 就好像我們中學 OLE裏面是有Volentary Service一樣 因為我自己是中學出身 我也是經歷OLE去做 為了要措施授 和報大學以為會高分一點的 那個年代 我非常之反感 所以開頭我大學講服務學習 特別是某些大學 每一個學生畢業的時候 你必須過那個credit 你是要做服務學習 我有很大的question mark 會不會是因為有這樣的機制 反而令到我們參與服務的本意 扭曲了成為我們拿獎牌和草一仔的一渠道 但當我做完整個系列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今天跟大家找找一兩個 你可以去看看他們大學做過甚麼 這是理工大學 我選了一個他們的project出來 接下來就是他們和一十群的學生 聚在一起半年的時間 想一個他們要去推動的一個服務計劃 這個例子就是他們為一些更新人士 我特別需要的人士去設計時裝 參與的學生有來自工程科學的 即不同專業的同學 他們聚在一起 有一個共同的mission 即共同的目標 去做一件事 為了這個社會裏面 有一個群體 可以在過程中得到一件幫助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想我看看 他們還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計劃 看回他們一個newsletter 415年他們奉過這個群體 是騙及 不可以說全世界 澳洲好像沒有了 東南亞有很多 有非洲 當然這裏面沒有說過 其實他們在做些甚麼 但你去看的時候 我會發覺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不是他們的專業知識 他將來未必做過一份工 但他現在一直在學這個專科的時候 然後他跟另外幾個不同科系的同學 就聚在一起 有導師的導引下 他們想為何我們各人 可以用自己的專長 令到我們聚在一起 可以幫人解決問題 這是科技大學的另外一個project 叫做Sight 視野無佳 我做了少許想 但我無法掌握到這麼多 他們這個就是去到柬埔寨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這個project 是柬埔寨 對 柬埔寨 他們就分類 一對是做硬件 一對是做軟件 軟件是做software 怎樣 可以去到很貧乏的地區 他們都可以去帶到適當的藥物給他們 當中牽涉到怎樣 把藥物放在一個箱 那箱子怎樣設計 另外一句就是 說programming 這樣去規劃 令到軟硬兩件事 拍在一起 真是一個solution 我做得詳細看 但為何我做這張照片 中間Dins那個 是由 想個問題開始 就是那個問題是甚麼呢 所以Jimmy為何這麼成功呢 我真的很不斷去有問題 你留意環境 你留意人的需要 你才會發覺到 因為你需要解決他的問題 讓你能夠參與 我的場地 即是說 大學生 大學生 他們可以做到 讀大學有這麼多知識 大學有這麼多資源 有這麼多coach 去幫他們 他們當然做到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女孩的故事 她叫她天男 她現在應該十一歲 她開始有一個社會行動的時候 她七歲 好像聖經那樣說 她說不要叫人小漢地年輕 可不可以播我的影片 謝謝 那些是10元的貨品 那些是20元的貨品 那些是25元的貨品 那些是30元的貨品 那些是30元的貨品 我們這些都是為了 有關機師太陽套路 而形成了二元的東西 劉沛 這個 有時間 這次 1996 今天 過去 我要載 自身 這次 因為 我和我一起拍照 我和我一起拍照 我都聽到有些時候覺得很好笑 但我都鼓勵你便試試看 然後我也是很周來 明天就知道的媽媽 給姐妹 家裡的人 朋友 給姐姐朋友 跟她們買 記得能夠長大 能夠長大 已經完成了三年了 幾個年三年就開始接近一萬 我們覺得要達到這個動機了 我覺得很開心 我們已經主導了要講面對 教會講 教會講的之後 我們不斷有機會去不同的教會 其他不同的地方都加起來 有十分不順的教會 我們學校 我們去理會 好 現在可以回到泡河 剛才那位媽媽是我的中學同學 是我七年的中學同學 所以她的女兒七歲開始買的時候 我這些阿姨要支持 然後我每年跟她媽媽聊天的時候 都跟進一下其他情況 她仍然不繼續追 我其實前兩年跟她媽媽說 其實我很有名 我很好奇 很好奇 你會不會長大了是怎樣的 我七歲的小孩子 因為見到一個 我忘了她說哪裏 她是巴基斯坦 她看過一個巴基斯坦的紀錄片 她心裏有了那種感動 她很想做些事 家裏支持她 透過她們的網絡 令到她可以去到那個水生人 身體力行 還要怎樣 是有一個持久力 有一個目標 持續跟她的受助者去接觸 如果 她是小孩子 只有七歲 七歲即是多少年班 二年班 二年班 一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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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班 我覺得很神奇 當然我身邊裏 不是認識很多很多很多 像天蠻一樣 我認識很多年青人 她曾經 心裏有一粒種子 她是想某一些群體 看到的需要 她想幫她 不過 怎樣 可以 十錢到 這個是 無論作為家長 作為學校的老師 因為他們很多時間都在學校 作為社會裏面 甚至是 今天有很多企業的朋友參與 平台搭建給他們 即使他們不在大學 沒有service learning的program 沒有學分的要求 但是在她身邊的群體裡 她想去實踐 她想到一件事的時候 她會去做 這本書很好看的 跟今天的課題也挺有關係的 她說到未來的三個方向 她說到一件事 就是 由一部generalist 即我什麼都懂 每樣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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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樣都好像周身都 但其實不是很好看 她說未來我們是要 我們每樣都可以懂 但我們在我們在focus的範疇 我們要成為專業專家 那第二點 你便 connect with其他專長的人 令大家一些共同的mission 可以透過不同discipline的合作 相互組織在一起 便能夠成事 這就像理工大學和university 他們在做那一種service learning的模式 但第三件事 其實是回應剛才Kimi他們說的 我們不是再以 純粹以賺到多少錢 和多快 拿到一個明星和金錢的回報 來量度我們工作的成就 而是我們是做一個producer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如何去貢獻 在群體和社會裏面 我留在這個工作 我做了這份工作 因為我喜歡這份工作 因為在這裏面有passion 因為又和我一起做事 做得很開心的人 和我們所做的 對這個世界 對這個社會 是會帶來一些好處 原來世界上不同的人 無論學者 前進的企業家 很成功的商界的領袖 他們是在說很接近的事 所以我們不懂 我不想和他們合作 但我們也是在想很類似的事 我們如何由今天這個workshop 開始透過innovator 他們接下來繼續一個平台的推動 我很希望就是 好像剛才講的 有一些空間 機會 平台 無論幾年輕的人都好 他們可以做一些有利的事 好處的事 幫助到某些群體的事 你不說了 小小說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計劃是甚麼 好像我不說一下 我不安當 我們創辦會館長創立程計劃 其實我們說的生涯計劃 都是很想帶出剛才那些的概念 就是讓他們參與 認識自己 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去做決責 如果你說有一個價值的判斷 我們都相信年輕人 他們裏面有很多的潛能 不過 給很多重重的關卡 或者他有一些的挫折 一些的難處 令到他 我相信在社區裏面的人 他沒有了那個參與的動力 和很多的困難 這些不要說了 但是我們要做些甚麼 其實都挺難的 我們要推動學校專業人員發展 我要做一個平台 讓很多不同的資源 可以由家長去接觸得到 讓學校的老師去接觸得到 其實在這個層面來說 我們都是做一個Innovation 但我們需要一件事 就是讓我們的年輕人 喜歡他還在學校讀中學 他可以接觸到 好像Jimmy 好像KK 今天和我們分享的 他們有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目標 以及奮鬥 一個理想的人 和他們去分享 和他們去見面 和他們去聊天 和他們去聊天 把他們的生命活事 去感染 還是在學校裏面的年輕人 他的世界寬一點 他的月景大一點 就少很多 剛才有一位同學說 他們說 我說我是考35分 五科 即是七個五星星 那我怎麼可能不是讀Medic 或者是Global Business 我覺得這個人真是傻到不得了 為什麼一定要讀那些才可以呢 所以做生命規劃不是規範 其實我們是一個Liberation 一個解放 一個讓他們重新再認識 再思考他們自己和社會之間 可以有什麼聯繫 可以有什麼參與 有什麼關係 好 喜歡就去到我們的房站 Facebook 或者你有興趣 去接觸一下 我們現在有二百多間學校 是我們Club的成員 是我們的網絡 他們都可以用到我們的資源 他們都可以 我們都會在社區裏面 去跟他們做一些 career engagement 接觸不到的朋友 發揮他們的創意 有一些進入工作場景 去瞭解真相的機會 如果你有這些空間的話 請你跟我說 我今天帶了一間圓場 可以在門口拿 希望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謝謝